大家好,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的风趣幽默主持人小雅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房贷抵押的有趣故事 保证让你在大笑之鱼还会点头称事 这一次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电话沟通中 某位房主突然爆发了一场经典的逻辑风暴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这位大哥由于房贷还不上 就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一个简单又合理的解决方案 你银行把我的房子收走就完事了 我们俩就算两清了 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 毕竟大家都听说过点当行吧 把东西一押没钱赎回来那东西就归别人了 可惜啊,这个大哥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在房地产这个复杂的领域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房子浪尾了,贷款还不上 抱歉房子没收,但是贷款你还得继续还 听起来是不是让人火冒三丈 大哥越说越激动 甚至提出了一个反问 当初你们银行不是说这房子值这么多钱吗 现在亏了你们自己卖不出去 那是你们的事啊 关我什么事 他的观点简单明了 既然银行当初认定了房子的价值 现在房子卖不掉 那也应该由银行自己买单 大哥还提出了一个终极方案 首付不要了 房子也不要了 反正都是抵押物 剩下的钱你们银行自己去搞定吧 这番理论一出 银行那边傻眼了 不知所措 你说这种逻辑要是行得通 银行可真的哭晕在厕所了 最后我们来一起看看这段精彩的电话录音吧 房贷我还不上 你把我的房子收走 我们就两清 这才是最合理的 既然是抵押贷款 我没有钱去还 那我的抵押物我就不要了 我们互不相欠 从银行之间都用那种典当行 在古代的时候呢 你抵押个古董 到了时间你没有钱去数 只要是你不要这个抵押物了 这个贷款是不是就不用还了 那物品也就是别人的 现在也一样 我举个例子啊 我把汽车抵押给了典当行 我没有钱去还贷了 车行老板把我的汽车收走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债务就两清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还不上贷款 大不了抵押物 我就不要了 但是这个逻辑呢 在我们房地产行业 它就是行不通 你房子烂尾了 你还要还贷款 你要是不还 就把你拉黑 再启度你 如果有一天因为你某种原因 还不起贷款了 就会把你的房子收走再拍卖 拍卖完之后呢 如果说这个房子钱不过还贷款 还要你继续还贷 这完全不合理啊 对不对 首先这个房子是经过你们银行仔细合算 你们银行也认可它值那么多钱 然后你们才把贷款给我的 对吧 你们现在把房子卖了 你们觉得亏了 还不过还你们的钱 那也是你们自己造成的责任 不管这个房子是还不上贷款 还是烂尾了 当初它值不了那么多钱 那你为什么还要借那么多钱给我 既然当初你们认可这套房子 值那么多钱 那你们收回去就行了 你卖多少钱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当初你不给我贷款 我也不可能去买这个房子 因为我压根就买不起 既然是你贷款给我 我还不起房贷 你就直接把这个房子拿走就行了 我收付款也不要了 交房也好 再见也好 烂尾也罢 都应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反正是抵押物 我也不要了 剩下的钱要补 那也应该是你们自己补上 你不应该找购房者来补 你们觉得这个逻辑有问题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期待下一个 风趣幽默 底层互害互骂的故事吧 再见